神人传递的媒介 古琴 作者 古音 琴琴书画为中国文人四溢 而琴居首位 所谓焚香操琴 对琴乐艺术的欣赏 讲究的是一种静与静的体现 根据《环坛新论》《琴道片》中记载 习神龙氏 即袍夕而亡天下 亦上官法于天 下取法于地 进取诸身 远取诸物 于是 使肖童为琴 绳思为弦 亦通神明之德 和天地之和焉 也就是说 琴的构造象征通神明之德 和天地之和 既然是由圣贤所制造 琴理所当然地成为发扬先贤道德精神的工具 因此 琴在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都蕴含着特殊的意义 例如 琴的形状以前宽后侠为标准 其实是象征尊卑的意涵 东汉应哨 风俗通中记载了 琴长四尺五寸 法四十五行业 七贤者 法七星业 大贤为君 小贤为臣 文王五王加二贤 以和君臣之恩 说明了琴最初的五贤 象征五行 到后来增加文王五王的二贤 则是有君臣之恩的意义在里面 至于古琴上的徽位 宋朝 崔尊度的 秦迁中有这样的说明 十三徽象棋之乐 居中者 象润 原来古琴上的十二徽分别象征十二月 而居中最大的徽代表君王 象征润月 另外 古琴有梵音 暗音和散音 三种音色 分别象征天 地 人之和和 吴怪乎 月托 魏文侯 篇中提道 君子听秦舍之声 则思智义之臣 也就是说 透过秦色思弦乐器的温柔音色 可以联系正直 敦厚的智义之臣 古琴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 古代的文人贤士们 常以散谈古琴而闻名于世 我们所敬仰的智圣仙师 孔子 就是一位著名的古琴作曲家 和演奏家 春秋时期 著名的民间音乐家 柏牙 在蓬莱岛上的学琴经验 让我们体会了 静观天地 诗法自然的智慧 三国时代著名的空城记 诸葛亮 以悠然弹奏古琴时 所营造出来的氛围 制推了司马懿的十万大军 魏晋时期 竹林七贤的姬康金鱼秦义 虽然遭到司马昭的诬陷 但在临行前 他泰然自若 演奏了广陵绝响 赶天动地 惊鬼弃神 这些都是历代著名的 秦家义士 从这些故事中 我们领略了中国世代夫 以及文人亚士 对于古琴艺术的精神禁欲 古琴音乐之所以能够给予人们一种 取调高古的意境 这是因为古人对于弹琴的时机 心情 怡荣 以及气氛等 甚至在对象的选择上 是非常讲究的 有所谓六计七步谈之说 六计是指大寒 大鼠 大风 大雨 迅雷 以及大雪 六种天象气候 七步谈 则是指 闻丧者 奏乐时 适荣时 不敬身 衣冠不整 不焚香 以及不遇知音 等七种情况 都不是弹琴的好时机 明代 神奇秘谱 在续中 即开宗明义指出 然秦之为物 圣人治之 以正心术 导正式 合六气 调玉竹 识天地之灵气 太古之神物 乃中国圣人 治世之音 君子养修之物 秦被视为圣人治理国事的归灭 君子修身养性的凭借 所以 只要是违反了圣人与君子的风范 一律不准弹琴 颁固在《白虎通》中 所记载的这段话 替琴的内涵 做了最佳的注解 琴者 敬也 所以 敬指于邪 以正人心眼 可见 琴有禁止 迎邪 以匡正人心的蕴含 古人借由古琴艺术 体现出人世间的优美 崇高与睿智 讲究的是天人合一 与天地相通的境界 因此 古琴音乐 比起其他中国乐器 更深入地体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展现出一种修道人 特有的神人传递的精神境界